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4 去年日本东京发生了严重的登革热疫情 我们现在就深入他们的家中 来看看到底他们居家是做到哪些防护的动作 家中只要有积水容器 日本民众几乎每天比清洁一次 就是因为去年东京爆发了100多例的登革热病例 出现将近70年没出现过的本土登革热疫情 也让日本民众不敢大意 每间房间都要做到滴水不漏 到了下雨天的时候 游戏相当的敏感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来到了这个家里面 我们可以请在台湾住了一年的 那个祥子小姐 然后还有她的老奶奶来告诉我们 他们在居家里面到底该如何防护 像是靠中的地方 民众就会放上补纹帖 而电纹箱则是摆在地上 失念也要有纹帐 而老人家则是要避免外出机会 要避免肌肤裸露 就要定时喷 访问意外日本民众大多会穿着长袖和长裤 为了防止疫情严少 日本政府甚至还封闭登革热猖獗的区域 公园管理处就在这边设了一个警告标志 告诉你这里就是蚊子容易滋生的地方 最好来这边穿着长袖长裤 避免裸露出肌肤 而更好的进一步措施就是要喷防蚊剂 绰绰提醒民众扫新访问 扬日本东京今年到目前为止 零登革热疫情 接程序周一的日本东京报道